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采用了八次课 是吧 可见对对对 可见第八章是如此的重要 是吧 在开讲第八章之前 我要先铺垫一点背景知识 是吧 因为咱们班是私政专业的 可能高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考虑过语文的事了 我们先要掰扯明白一个话题 就是语言和文字是两回事 我说出来同学们说那废话当然是两回事的 我还不知道吗 是吧 语言是声音符号是说的是听的 文字是视觉符号是写的是看的 对吧 但是你们在平时用的时候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很好的区别这个东西 并且我们日常交流中也不在乎这个东西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这个人英文讲得好好啊 我们觉得好正常这话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但是在我们这门课上这是不行的 我们要很好的区分语言和文字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汉语世界 咱们都是一伙的 咱们都是汉语世界的 是吧 语言和文字具有高度合一的这样的特征 对吧 写汉语的文字就是汉字 汉字写的那个语言就是汉语 但是你别说什么日本韩国越南历史上使用过 那是另一回事是吧 我们就说当代是吧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会在潜意识中把语言和文字等同 但是跳出这个世界 看人类的其他语言和文字 你会发现这个事高度不匹配 咱们国家56个民族是吧 有55个民族人口较少统称少数民族是吧 保守估计有134 5 6 7 8 9 10这种语言 说老师你这个数还整不准吗 是因为按照不同的标准去统计 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 我们就知道我们国家的语言的数量远超过民族数 那么你会基本的数学知识 你就知道这个国家一定有一个以上的民族 说一种以上的语言 对吧 56个民族100多种语言 你不能想象55个民族 每个民族说自己的语言 然后有一个民族说100多种语言 这不可能是吧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说多种语言 在咱们国家是个常态 好了 这100多种语言里边只有20多种有配套的文字 有的文字在历史上已经不用了 到最后它变成了没有自己文字的了 有的呢是一直没有文字 解放后我们为他们创造了文字 即使这样也只有20多种文字 说老师那文字数你还统计不过来吗 你说语言数标准不同 这个统计不好统计 文字还数不过来吗 是因为在今天 少数民族的文字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 也在不断的增加 是吧 所以我们很难说我们讲课这个时间节点 确定到底有多少种 我们大概知道有20余种就可以了 好了 说了这些 请看第一章PPT 这个是需要我们同学们知道的 掌握的 我们在讲满文之前 我们要了解一下满族历史上的文字情况 满族在历史上一直是使用满语的 这个没有问题 是吧 100年 1000年 2000年 5000年 没有5000年 是吧 我们就3000多年历史 对吧 到3000年以前 这个民族使用的语言一直没有变过 就是满语 听懂了吧 但是用来记录这个语言的文字 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变动 同一种语言 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文字进行记录 汉语举例 是吧 解放前我们用繁体字 解放后我们用了简体字 是吧 汉语拼音能不能记录汉语 当然可以 就这个意思啊 语言没有变 都是汉语 文字在变 语言没有变 都是满语 文字在变 不用拍照 所有PPT我都打包 发给你们学位了 是吧 我们大致掌握住这样一个框架就行 是什么呢 在渤海时期 渤海是满族先民建立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 它是唐王朝下边的一个蜀国 这个没有问题 是吧 然后他大致就跟唐同时期 我们只知道渤海时期的满族人 有自己的文字 但是这个文字什么样 不知道 失传了 考古也没挖出来 是吧 有各种说法 我们课程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们就不说了 你感兴趣自己看我的别的视频去 金朝大致与中原地区的北宋 和南宋的前半段同时期 是吧 在金朝一一九年 创制了女真大字 后来改革又创制了女真小字 这个文字在什么时候被废弃的 我们有史可考的 到了一五七五年被废弃了 中间持续了多少年 自己数一下四百多年 是吧 四百六十六年 当然这些所有的时间节点 都是我们基于已有的材料的判断 它可能不是历史事实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 你找出来的文献证明到一五七五年就没人用了 但很可能一五七五年之后还有人用 只是你文献没记 对吧 村口张大也一直在用 历史书怎么可能记它 能明白这意思吧 好了 但是我们时间线卡在一一九年到一五七五年没问题 这个时间段之内肯定是在用的 OK吧 好 女真大小字是参考汉字和契单大小字创造的 我给了大家一个例子 这写了五个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女真文 听懂了吧 这不是一句话 只是放了几个女真文 你一看很亲切 跟汉字差不多 一看没有一个认识的 是吧 像乱码 是吧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也不用管他怎么读 这也不是我们课的重点 你就知道 它跟汉字最大的不同在于 一个汉字是一个音机 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吧 我们历史上也有个奇怪的汉字 那个我们不说 比如说王 三横一竖 是吧 就是王一个音机 对吧 女真文 这一个字符 可能是一个音机 可能是两个音机 可能是三个音机 如果不考虑这个切音 还有四个音机的 当然切完了之后 还是三个音机 也就是说 写这一个方块 它可能读出来是三个音 这跟汉字明显不同 是吧 然后到后今时期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历史节点 叫1599年 1599年创制了老满文 老满文也叫无权点满文 它是怎么创造的呢 写的明明白白 叫做借用蒙古文字母 拼写满语 如果你分不清语言和文字 在这你就懵了 是吧 说这个满语是蒙古语吗 满语是满语 蒙古语是蒙古语 两种不同的语言 但是文字是把蒙古族的文字 拿过来拼自己民族的语言 对吧 如果你一辈子只接触过汉语 或者和英语 是吧 那么你可能理解这个有困难 是吧 举个例子 是吧 你们英语老师教你早上好 叫Good morning teacher 然后你记不住 你拿汉字写古的毛驴 骑一圈 是吧 没问题啊 有啥问题 为啥笑 对不对 音差不多 是吧 但是你用那个汉字 是英文吗 不是 对吧 英国人也不用你这玩意儿 但是假如有一会儿英文英国人这个贼文盲是吧 他就用汉字这样去记了 虽然音不太准 是不是也能提醒他这句话怎么说呀 一个意思 1599年的这个方案是直接把蒙古文拿来拼满足的语言 语言和文字一定要分得清 网上老傻子问说 哎 这个你们接了蒙古文 那你们这个语言是不是就蒙古语啊 他分不清语言和文字 是吧 绝大多数人都分不清 好了那我问大家人家蒙古族搞这个蒙古文当然蒙古文也是借的回乎文哈我们不讲那么深你就假装蒙古族自己发明了文字哈人家搞这个文字是为了你满足记自己的语言吗 当然不是人家为啥要给你搞这个东西 是你借了人家的字母表对吧 人家搞这个蒙古文是为了记录蒙古语蒙古文记蒙古语没问题用的挺好的 但是你把蒙古文拿来记满语必然有各种水土不服 古的毛驴古的毛驴骑一圈和古的毛驴T恤发言还差很多的是吧 能懂这意思吧 于是到了1632年对这个基因有问题的系统进行了改革 具体改革就是在右侧加了圈点 当然具体上我们不谈那细 你就知道在文字的右侧加了圈点 加了圈点之后的叫新满文 打错字了应该是新旧的新啊 然后啊不是不是在这呢 叫新满文也叫圈点满文 改革方式加圈点啊看错行了看错行 你比较一下上下是吧 上下写的是完全一样的内容是吧 完全一样内容 你看他和他是不就差个点 当然这个和他这个差的就多了 又前面加贫又去掉东西了是吧 哎不重要 你就一对比就知道 右侧没有圈点的 这个就是老满文 也叫无圈点满文 你看非常讲理 没有圈点就叫无圈点是吧 有圈点的就叫圈点满文 就是新满文 我们的课学的是这个 好吧 从1632年改革之后 基本上这个文字系统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 一直用到今天 未来也会继续用下去是吧 好吧 然后我们开始讲是吧 我们先来看啊 介绍一下满文的特点 满文是拼音文字 它和你学的英文和你学的汉语拼音没有差别 都是阿伯茨德拼成一个单词 听懂了吧 单词间没有视觉能看到的空格 你写个英语写个Apple写个Dog 那字母之间是不是能看到有个空啊 这个没有 一个单词内部是连成一串的啊 单词内部啊 单词之间有空格 听懂啥意思吧 俩单词之间你得空个格 不然不连成一片了吗 一个单词内部要写成一串啊 它是一种拼音文字 在书写上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写 写没地方了 在下一行 往右写 听懂了吧 这个跟汉字是反的啊 汉字是从上到下 从右到左 对吧 古代人写要从右到左写汉字 知道这事吧 非常好啊 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它还有什么特征 看我这仨黄框 这个单词咋读 你只要会汉语拼 你就能读得出来 是吧 这边咋读 啊 啊 非常好 就在后边的意思 是吧 但是意思不重要 我们也不考你意思啊 这个单词中出现了三个啊 这个字母 但这三个字母写的不一样 是吧 如果有一个单词 里边只有一个字母 这一个字母是啊 那事实上还真有这样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就念啊 是吧 但它的意思不是啊 它是阴阳的阳 是吧 对 对对对对对 一个单词 只有一个字母组成 那么这时候 这个字母出现的形态 叫做独立形 就是它自己成一个单词了 一个字母出现在单词的开头 要用词头形 出现在结尾 就要用词尾形 出现在中间 无论哪一个位置 用的都叫词中形 听懂了吧 哎 好了 这是满文的特点 你说哎呀 这玩意没法学了 太复杂了 一点也不复杂 是吧 二十多个字母 是吧 而且英文二十六个字母 还分大小写呢 是不是啊 你写这句子开头 还要大写呢 一个意思啊 一个意思 好了 然后我们开书啊 一定要分清语言和文字啊 一定要分清语言和文字 别着急 别着急啊 语言是声音符号 文字是视觉符号 满文 有六个原因字母 满语 有七个原因 听懂了吗 完了蒙了 是吧 我们用六个符号 要记录七个声音 好吧 你画个圈 说这是苹果 画个棍 你说是甘蔗 就这个意思 好吧 我们要画六个东西 来表示七个东西 那这时候 是不是不够用了 哎 所以第七个原因 要用三个原因字母 落在一起表示 听懂了吧 我们重点看前六个啊 来先跟我读一遍 所有人都有啊 来 来啊 啊 啊 不是啊 这个发音在你嗓子眼呢 是吧 开口大一点 你想想我们看过抖音吗 看过快手吗 听过里边东北人怎么说话吗 跟你说的哪不一样 普通话好像也挺好 就带点口音 但是不觉得特别憨呢 哎 来跟我读 就是这种感觉啊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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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啊 不要乐是吧 哎 越说不乐越要乐 是吧 越说不乐越要乐啊 来 往后来来 呃 呃 一 一 这跟汉语都一样 不用说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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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有这音吗 没有 是吧 汉语的那个窝比他发音小多 这跟汉语一模一样啊 来 再来 哦 嘴要张大 然后不能动 你看我发音不发音 那个嘴都能控制住 你看 哈哈 不要笑嘛 这个是个技巧 你嘴一动就双圆音了 是吧 来 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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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张嘴最大 这个张嘴最小 这个介于二者之间 除此之外 他们三个的发音完全相同 听懂了吧 哎 来 再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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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就是汉语拼乌家俩点那个是吧 好了 说完了读就说写是吧 我也让你们提前预习了 但是预习我估计你们也没多少人 嘿 还是要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好好预习了的对吧 好 我们上面写的这个拉丁字母的是拉丁版文是吧 在手机啊电脑上啊大家用这东西觉得比较方便是吧 是吧 这叫拉丁版文哈 对于原音字母在这节课 除了特殊我强调的以外 都只需要你掌握瓷头型和独立型和瓷头型 听懂了吧 都动手写啊 不要上来就写 先看我怎么写啊 几条线 好 在第三条线和第四条线之间齐比 从左上到右下画一道 稍稍有弧度的线段 接触到第四条线之后 向前转折超过第三条线 抵达第三条线和第二条线之间 完了是吧 说一辈子汉语说了十多年了 听不懂我说啥 来看 能看清吧 这不是直的吧 有点糊吧 好 然后折反 能看着吧 没到第二条线吧 这都是糊线吧 别停笔 比 从左到右画一条水平的线 抵达第三条线 好 水平这条线和上边这个弧之间 可能会有个小缺口 这是必然的 但是你比粗就没有了是吧 不重要 有没有缺口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条线一定要写的水平 不要往下搭了啊 然后转折 从上到下 写一小段 这一段有多小 越小越好 数值的 然后继续向下 开始逐渐的偏离第三条线 弧度越来越大 写过第五条线之后 这个笔差不多就是水平的了 对吧 顿一下笔 什么叫顿笔 停 按一下 是吧 然后水平 画一个小线段 微微抬起 大约乘五度 是吧 跟水平啊 好了 就是这样一个笔划 别着急写 看啊 看到这个地方画这个了吗 就像汉字不是有什么点横撇那这种名吗 我画这个东西叫做短牙 长短的短 牙齿的牙 这个叫短牙 听懂了吧 然后这个我画的 你觉得他在方向上是向左还是向右 哎 非常好 我们绝大多数同学跟我想话一样啊 不 有同 这个 这个 这个向右的这个方框里的这个符号 叫做阳性字尾 阴阳的阳 阳性的字尾 好 在短牙和阳性字尾之间 是不是我们能看到一段数值的在第三条线上的线呢 这个叫做字干 文字的字 竖干的干 这是三个笔划 听懂了吧 然后这个符号整体是原音字母阿 的 独立型 现在在下面写 你那个笔记做的好一点啊 我反复强调我上课是不要收笔记啊 我收的笔记我就看的是你第八章的好吧 啊 重点看你第八章的或者说我可能只看你第八章的笔记是吧 你把这个笔记给我做的漂漂亮亮的啊 漂漂亮亮的 不让你买五线格了吗 旋转九十度再用 是吧 前年有一个同学买了五线格 然后他把那格横着用 我说那你这个要带格的干啥 他说我也不知道为啥你让我买个带格的 对吧 正常是吧 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都不同 对吧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啊 就这么一个玩意儿是吧 你记笔记连两分钟都用不了啊 你就按我这个写就行 我自认为我写的相当好看 好 是的 写完了吗 没写完要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小学一年你就凯文 写完了吗 没写完的谁也不吱声 这非常好 不然我哪知道你没写完 这一个原因字母中 我们能拆出三个笔划来 一个短牙 一个自干 一个向右的阳性的字尾 对吧 没关系 写的课程是常态 对吧 你上来第一节课就想写的很好看 不见了鬼了吗 你写汉字也不是第一天就写好看的 练了多少年 但是他这些重要的区别特征 你要写对 是吧 要写对 可以了吧 下边我们要开始把他变形了 这个段子我都不想讲 但是实在忍不住 我从小就这样 我小的时候的老师经常会说这样的话 大家注意我要变形了 我们就特别兴奋 上小学 我们老师会变形 我要把这个字变形了 是吧 还记得最底下这个方框叫什么吗 阳性的字尾 好了 注意 阳性的字尾 它是不是个笔划的名称 非常好 它是个笔划的名称 听懂了吧 阳性的字尾 这种笔划 永远等于一个断牙 跟它是表示哪一个字母没有关系 只要是向右的阳性的字尾 永远等于一个断牙 听懂了吧 好 别着急啊 我们要把这个阿的独立形变成词头形 我问你 为什么要变词头形 因为它出现在了一个单词的开头 它的后边有别的字母 对吧 而我们又讲了满文的每一个单词里面的每一个字母互相要连成一串 是吧 你这个独立形尾巴都翘出去了 下边没有办法连别人了 是吧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向右的尾巴变个形 让它能连别的字母 听懂了吧 这个独立形原来有几个短牙 非常好 这个数学知识非常扎实啊 好 那我们照原样把它写下来 这个字干该写还写 是不是就这样 向右的尾巴等于什么 一个短牙 是吧 一个字都不能少 你再写一个短牙 这就是阿的词头形的来源 直接就变过来了 看懂了吗 两个短牙你应该写的一边长 来动手写 对啊 上下的看起来长得差不多嘛 是吧 你作为一个写了汉字十几年的人 叫做阳性字尾 它等于一个短牙 你看这句话有好几种说法 说的其实是一回事 是吧 你用你自己懂的语言写上就行了 好吧 好 能跟得上吗 嗯 向右的字尾叫阳性字尾 阳性的字尾永远等于一个短牙 是吧 哎 可以吗 非常好啊 这回都完事了吗 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啊 第二个原因字母是阿 前边起笔和一一模一样 来不是跟阿一模一样啊 来抬头看 写到这儿往下有一截字干 字干非常短 是不是跟阿的起笔一样啊 哎 然后这个尾巴往相反方向走就可以了 跟这个阿基本是对称的 你看我写过第一条线之后不要收笔 谁收笔这个字就写的奇难看无比 顿一下笔 微微抬起大概也就是五度 顿一下笔 微微抬起五度 再写一个小线段 这就非常好看了 这里有一个欢呼 啊 怎么了 好看 对吧 哎 就是好看 别着急啊 我会让你写的 那你看 我这样画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一个向左的字尾啊 向左的字尾叫做 非常好 阴性字尾等于一截自干 他原来是不是有一截自干了 对吧 就这个数字叫自干啊 他向左的这个字尾还等于一截自干 那么阿的词头形就应该是 你正常写这个短牙 然后人家本身有一截自干 对吧 再加一个 哎 然后你左右比一下 是不是他比他的磁头形少一个短牙啊 因为阿的这个第二个短牙是向右的尾巴变来的 阿只有向左的尾巴所以短牙这个地方就啥都没有 听懂了吧 但是他俩长度是一样的啊 来开写啊 有点理论还是挺好的是吧 哎 就是你们呀 是吧 成年了 不给你们讲点有规律的东西 你们老心里劲劲的是吧 得给小朋友讲就很好 根本不用讲这些 来看这个是阿 来记住 哎 明天早上考试 对吧 小朋友就都记住了 是吧 可以吗 这会儿你应该记一句话 是吧 向左的尾巴叫做 阴性自尾 阴性自尾等于一截自干 是吧 自干是一截一截的像竹子一样 是吧 每一截自干都应该一边 有点长啊 好 可以了吗 啊 哎嘛 好 再来等 再等一分钟 顿一下笔微微翘起 是吧 顿一下笔微微翘起 这两个顿笔两个翘起 非常重要啊 没有这个东西 你写那个字 让人一眼就看出来 哎 这个人不会 是吧 说那有没有人 一个语言掌握的很好 但是字写的非常差呀 当然有了 我汉语非常好 我汉字写的很一般 但是一般来说 你一个人的语言水平和 你对这个文字的掌握是 有一个正相关的 是吧 我汉字写的再差也比我爸的汉字写的好 是吧 我爸小学四年级毕业 对吧 好 我只能说我爸是吧 我说你们也不好 对吧 所以我爸为我们这个课做出了接触的贡献 但是上课不让两个老师 不然就可以一个逗一个捧 对吧 想了吗 这回 好 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字母 是吧 第三个字母 起笔都一样啊 起笔都一样 我就不说了 上来先写一个短牙 然后下来写一件自干啊 因为各位是初学 所以教你们写字的一笔一滑的写 是吧 平时写字人们也是大滑了 也不会这样写啊 然后注意 这个时候由右上到左下 跟数值大约乘45度角 又是一个带弧度的线段 一般来说 我们会写到第二条线 有点弧度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圈回去 圈一个圈 笔没有停啊 笔不停 接触到第四条线 或者稍微超过第四条线 都没关系 然后这个刚好达到第三条线 或者稍微过第三条线 一点点 你注意 这块就形成了一个弧 对吧 这个弧好像 当然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就好像一个瓜子一样 像吗 有点像啊 你要把它写成一个圆 四分之三圆 那就非常难看 写得好像瓜子一样 来开写 这是一这个字母的独立型 啊 下来了吗 那好 一笔写成的啊 中间不要停笔 一笔写成的啊 可以吗 这回小了吗 还没有啊 还没有啊 好好讲 就是我们这个课对你要求非常简单 你是把字母掌握了就行 是吧 又不教你语法 又不教你什么退化的 是吧 你就把这个字写的非常标准 一笔一环 就可以了 就胜利了 是吧 下了吗 咱班女同学有点多 咱每个班女同学都很多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性质决定的 这没有什么是吧 你看我本科读的是个工程类的院校 是吧 对我们全专业一百多人 一共就八个女同学是吧 对吧 很正常 这不同类型的学校 它就有这个特征啊 我为啥说到这呢 就是女同学们 你们写字快一点 好吧 不要秒是吧 这玩意 三秒钟写一个啊 好了 接着往下看 这个东西 这个方块里这个玩意儿 是吧 有人把它叫做字枪 但是我们一般 不管它叫啥 因为这个东西 有没有名不重要 是吧 这个方块里的这个笔划 它等于一个长崖 当然你们还没见过啥是长崖呢 来 是不是写到这和上面一模一样啊 什么是长崖呢 和水平 数值方向乘45度 从右上到左下 一个直的一点弧度没有的线段 超过第二条线 一般我们把它写到第一条线 江道尔未到 然后笔不能停 沿原路返回 是吧 这个很厉害是吧 描回去 然后呢 回到交叉点之后 顿一下笔 就是捅一下是吧 再向下 就可以了 一笔写成 当然我倒是很喜欢你们这种 无论我说啥都感到很惊奇的样子 是吧 我只是不能理解 这没什么可惊奇的 那玩意就这么写 是吧 一笔写成 比简笔画还要简单 一笔写成 一笔写成 咱们这个第八章课时太短了 没办法是吧 我讲课都得30秒一个这个节奏 不停的看表是吧 又要把这事讲明白 又不能用太多的时间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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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想完的吗 没了 前三个很简单 后三个更简单 我们一个个瞄 那我说啥 是吧 哦 怎么写 开头完全一样 是吧 回来 注意 这个时候往下写的时候 我们要写的这个符号 一般我们叫自肚 肚子 你想象一个50多岁的这个男同志 是吧 身体稍稍发福 是不是啊 为了保护六块腹肌 上面覆盖了一层脂肪 对吧 哎 注意 写一截自干下来 好 然后 注意 这个时候为了美观 是吧 我教你们这种写法 都是为了美观 是吧 开始写了一截自干 是吧 由右上到左下 兜上去 顺时人转 啊 看什么 这是圆弧 对吧 然后再往上转 转到你觉得这个度画的差不多了 是吧 注意 这个笔环 开始由左上往右下了 我这边写个大的啊 画一个示意图 看着 点脚 那 点脚是因为个矮 是吧 注意这个要想好看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 这有一个角度 别写的直直的转折 是吧 第二个点 你看如果我画一条横线 你会发现它最后一笔是向下来的 看到了吗 这是最好看的 是吧 不好看的我就不给你写了 有一万种不好看的方法是吧 这个就是O的独立形 它的词头形怎么写 非常简单 因为这个弧是顺时针绕的 是吧 你就继续绕下来就行了 一笔写下来 顺时针绕的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必然有一个向下的趋势 是吧 可以吗 好 非常好 我很多年没录过字母教学的视频了 是吧 我上一次录这个视频可能是十年前是吧 十年间是吧 我这个版书有了相当的进步 我认为是吧 希望在网上看到我视频的同学可以对比一下啊 看看我十年前那个视频 对 十年前我那个视频这个想销毁也销毁不了了 是吧 对 就是写的也不咋地那时候啊 还是有点进步 有点进步 这回想了吗 哎 你在写的时候我还得给你讲段子 你说这个大学课多不好上 对吧 不然课堂就死一般的寂静是吧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O和O就差一点 你写O的时候一笔先写出一个O的独立形来 然后在他的右侧写一个点圈点满文嘛 这个点当然我们建议是吧 千万不要点个点是吧 很多同学都这样写 你怎么写呢 在这条竖线上是吧 写一个 我通常会这样写一个线段 又醒目又好看 是吧 独立形这样写 那磁头形当然你也会了 是吧 这个点一般我都写成鞋子的是吧 当然有人习惯写成数字的 我也不认为是问题啊 这个点都是1632年改革的时候加的是吧 当然这个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吧 我们只看到了1632年改革成功的记录 实际上他的改革持续了很多年 是吧 写完了吗 写完就抬头啊 大部分人抬头我就往下讲是吧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了我们往下来 第六个是吧 我们同学们发现了后三个原音字母是吧 哦 哦 发音差不多 嘴都是圆的是吧 所以在文字创制的时候也选择了三个长得差不多的符号啊 来我们来先看看这个哦怎么写他的独立形就是先写一个哦的独立形 但是你要跟他区分呢你写的一模一样也不行是吧 笔别停继续往下来往下走 然后写一个这个小小的尾巴 弧形的顶到第二条线上好吗 一般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小尾 小尾巴的意思 哎呀这个 对吧我在强迫自己说普通话 但是 我认为如果是用东北话可能会 我们叫小尾巴 你们也说是吧 哎非常好 哎哎对对 是不能叫狗尾巴草是吧 有点怪啊 这个我们叫小尾巴 小尾巴是吧 对对对 我们东北人也喜欢说耳话是吧 不过我们耳话的出神路话是吧 可以吗 这个小尾巴 它等于一个长雅 这个小尾巴等于一个长雅 是吧 我也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普通话 但能力有限是吧 年龄也大了是吧 一说普通话就像东北人学港台腔一样 这个小尾巴等于是吧 可以吗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那你已经知道它等于啥了你当然就知道它的瓷头形怎么写只不过在写的时候同学们注意我们出于美观注意啊这纯粹是为了好看哈我们会把这个长眼和这个肚子连到一起你看我这一颗就像是吧 一笔没写完呢是吧刚刚画到下边我们就写这个长牙就这只是为了好看听懂了吗 然后笔回去顿一下一定要顿一下再向下 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 谦虚当然是一种美德 但是但是你就觉得很好对吧 你就觉得很好 可以吗 还没写完是吧 一笔写成的 这个方块里的叫小尾巴 这个叫长眼是吧 他是变的他为了好看把他和肚子写到一起了 如果你为自己写的不好看而苦恼 我回头发个字贴给学尾你们自己打印一下就完事了是吧 我也不能说什么你关注网店什么我又不是网红带货是吧 我只能说我免费提供给你个字贴 然后你别外传你就打印起来自己看就完事了是吧 好了来这都抬头啊来都抬头啊 我们马上下课了还有三分钟是吧 我们黑板上写的是什么 这是六个原音字母的独立形和词头形 什么时候用独立形 这一个字母是一个单词的时候 很不幸这全是单词是吧 当然不用你记意思啊 什么时候用词头形 他下边接别的字母的时候 ok吧 那他的词中和词尾为啥不讲呢 当然要讲我们不在这节课讲啊 原音字母在一个单词中出现的时候 会随着前边的字母的不同而变化写法 听懂了吧 听起来很复杂一点不复杂 我们会把它和前边的字母放在一起讲 但是其中有一个需要我们掌握的 就是这个原音字母一 原音字母一在单词中有切只有两种写法 并且呢非常好掌握 这个原音字母一前边 要么是辅音字母要么是原音字母 对吧 哎有同学说哎呀还有半原音字母呢 哎你个小机灵鬼 没这回事好吧 我们这是没这回事啊 前边要么是原音字母要么是辅音字母 OK吧 如果一在单词中前面是辅音字母 他写成一个长牙 如果他前边是原音字母 他写着两个长牙 我在这这样写一下啊 看好就大括号了吧 这画的是原音字母一啊 在辅音字母下是一个长牙 一笔写成 在原音字母下是两个长牙 看回去顿笔下来 出来回去顿笔向下 都是一笔写成啊 别着急啊 在单词结尾的时候 一写着这样 当然这是绝大多数情况啊 特例或者特殊的我们以后会说啊 就写着独立形的这个尾巴 OK吧 原音字母一 独立形 词头形 两种词中形 一种词尾形 都写在这了 你在下边写是吧 这叫辅音下 这叫原音下 好 其他原音字母的词中和词尾 对啊 我们会用别的方式给大家讲 你不要着急是吧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原音字母的词中词尾的各种条件和形式写出来 第一节课就讲崩溃了是吧 我们总结了大概有四十多条规律是吧 又崩溃了吗是吧 所以我们把它和辅音字母放在一起讲啊 是吧 好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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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十分钟 我认为完全能把这个记下来 一共15个符号 一共15个符号 好 下课